Hello 幸福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云冰岩 在琉璃中饰演楚玄机 我叫楚玄机 你是我在少阳以外 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那一会儿你带我飞好不好呀 没见过你这样懒得休闲之人 楚玄机确实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 不管是从最初看小说 然后一直到剧本 和到最后的去演绎这个角色 但我觉得她是一个 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一个女孩 若是有一天 你爹爹不让你再理我了 打跑他 我觉得她的人生 其实是很立体 很精彩的 所以很珍惜 很热爱这个角色 你已无心 从此你六十皆空 只有六十是好事吗 她的前后期的变化比较大 她前期会比较的可爱 然后像一张白纸一样 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 她回到天界的时候 又是一个杀人无情的一个 很冷血的一个战神 那这一方面对我来说 一开始会比较的难去 拿捏住她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可能生活中 没有她那么冷血 那么酷的一面吧 所以最初去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需要花了一些时间 帮我跟导演去探讨这个角色的一个眼神啊 或者说是她的一些很小很小细微的一些微表情之类的 包括她有非常多的打戏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虽然一开始很有难度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压力会是一种动力 就是你拍着拍会觉得说很期待有一些 很比较有难挑战的一些戏份 观众的评价 我觉得有好有化是很正常的时间 大家在现场以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演得也很投入 拍戏之余 我觉得好像最多的就是 因为拍戏可能 对我们来说 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重来的一个过程 一定是会有让自己遗憾的戏 或者说是让自己遗憾的一些地方嘛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有遗憾的 所以说就是让你更加的去成长 更加努力变得更好 我基本上每一个自己演的戏我都会去看 一个是想去看整个戏 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效果 还有一个就会想去看自己当时演的这场戏 没有跟自己想的一样 或者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可以去使未来的自己可以更加进步 观众的评价 我觉得有好有坏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好的要去看 然后不好的要去吸取他们的一些建议啊意见啊 和一些就是他们的评价 游离剧组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大家庭 因为我们的演员很多 然后呢 很多很多戏其实大家都是好多人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在现场也会玩得很开心 然后演的也很投入 拍戏之余 我在哪都展示真正自己啊 我得到了很多的观众和粉丝的喜欢 然后呢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 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感恩去成长的越来越好 然后呢也希望把不足弥附啊 然后呢把好的地方保留下来 然后拍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没有遗憾 而且我觉得 因为拍戏可能 对我们来说 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重来的一个过程 你可能我今天拍了这场戏 我今天是禁足的第一周 哦快杀心前一个月的时候 我又想来拍这场戏的时候 可能我自己对它的理解会 会变得很 会变化很多 但是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去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 一定是会有让自己遗憾的戏 或者说是让自己遗憾的一些地方吧 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有遗憾的 所以说就是让你更加的去成长 更加努力变得更好 很多啊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 让我觉得是自己可以立一个标杆的一些运用 就是想去学习啊 去谈他们的戏 我觉得在做工作的同时 然后这就是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是很幸运的 所以呢 未来的日子 我还是希望把这份工作做好 那希望可以拍更多 然后同样让大家很喜欢的作品和角色 工作之余的话我就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可能喜欢出去出国旅游啊 那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宅一些 当然也会去周边走一走 那更多时间可能会想去调整一下心情 放松一下 可能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那种有海的城市 然后就躺着啊 看看书看看电影刷刷剧 会在社交网络上展现真正的 也会去调整一下 面对 我特别想去调整一下 我们今天 2021年祝大家 谢谢 今天 牛季冲天 牛年大吉金小时成功 这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